这边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设定桌布 开启系统偏好设定 选择桌面与萤幕保护程式 这边有两个标签页 第一个选项是设定桌面 第二个选项是设定萤幕保护程式 这边只介绍如何设定桌面 萤幕保护程式会在下一篇介绍 现在把Apple点开 里面有桌面图片和单色调两种可以选择 只要在你想要的图片用滑鼠点选一下 就会自动替换桌布 如果你喜欢单色调 也可以在这边选择颜色 也可以自定颜色 现在点开iPhoto 如果你有使用iPhoto整理相片的习惯 可以直接选择iPhoto里面的相簿来作为座布 比如说我点选榴翼飞这个相簿 再将更换图片这个选项打勾 现在每5秒就会换一张桌布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设定自动更换桌布的时间 随机顺序 就是随机播放的意思 半透明选单列 这里就是选单列 我们取消打勾 选单列就变成灰色 再按一下打勾 又变回半透明状态了 现在点开档案夹 里面就只有一个图片的资料夹 点一下加 这边可以加入资料夹 选择正爽 按下选择 现在就出现正爽这个资料夹 点选一下正爽这个资料夹 这样就可以自动更换桌布 更换桌布可以调试心情一整天愉快 谢谢